丽春银吉祥,新年转运时星法 宇宙本身即是一个很大的旋转系统 里头除了极少数没有在轨道上的彗星会到处乱喷之外 包括太阳、地球、月球,大家都不停在转 相应天上自转、公转、旋转、各种转 地上也有一群人特别能转,那就是最爱转山转水转佛塔的西藏人 你去藏地旅游,一定会看到藏族老人家在转金轮 或是拿个小金轮在手上一边转,一边又绕着佛寺转几圈 转金轮的意思就是念经,转一圈等于念一遍 借此祈愿天下太平,人人幸福安康 身为藏族的我,感到很幸运 因为藏人似乎天生就很会转 另一方面,也由于佛学善会思想生殖人心的缘故 因此藏人不太会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跟人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都比较不会 比方说看着山,就知道山不会转 本来就是如此,想要移山只是让自己很累 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自己绕过去不就得了,没什么好纠结的 我深信,转心转念,运就转 这世上没有天生的倒霉人,就算有,随时一直来一直来,学会轻巧转身,转获为福,什么都能化解 种下善的种子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有好的开始很重要 迎接一年当中第一个节气,李春的到来,我们应当甚使赢吉祥 不管以前发生什么,过得如何,从今天开始,心里只想着好事情 那么接下来的一切,都会是好好的 以下提供十个转念心法 看一看,想一想,将善的种子在心里种下 一,遭人嫉妒时别着急生气 要知道自己是很有福气的人,肯定是享受到了种种别人没有的好处 所以才会让人眼红,遭人嫉妒 无需争辩解释,感谢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然后再更低调一点就好 二,他人之恶,不上我心 人会犯错,会有不厚道的时候,只因人人灵性成长的程度,皆有不同 有人是博士生,大学生,然而有人只有幼稚圆程度 遇到三岁小孩五岁的狗,谁又会认真与他们计较呢? 他人所犯下的恶,与你无关,你的心是圣地,你只让好东西进来 三,苦乐全收,尽情体验 与其追求只有快乐的人生,不如活得丰盛 有冷有热,有喜有悲,有棋有落,有赢有亏,这样剧本才精彩 若所有角色都一帆风顺,没经历过半点风霜半点无奈 这样的电影,谁还看啊? 票房肯定很差 苦与乐,都值得好好体验,才不枉在这人世间走一遭 四,寡欲清新,天天开心 去清点,感谢自己拥有什么,是快乐的 相较于寡欲,贪多则时时受欲望控制 去计较,比较自己没有什么,是难过,焦虑的 可能愤愤不平,自觉被亏待,或落入瞎忙的窘境 人,还是活得自在优雅一些才好 五,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 人人都有心想事成的特异功能 关注富足,富足就会来到 把我没有什么,我最讨厌什么 换成我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 否定句换成肯定句,请常常这样想 六,人说你坏话,如同帮你念经 遭人毁谤,心中难免不舒服,会想要澄清 但若澄清时遇上了吃鱼疯癫之人 纵使你说到全身是嘴,也是百搭,他根本听不懂 还是交由宇宙最高智慧来决断吧 被黑了,你人大度,日后福气中会加倍返还 七,世上没有敌人这种人 二,原对立是幻象,无二无别 人我实为一体,才是真的 我绝对是对的,你肯定是错的,这是幻觉 争论对错引起战争,战争一旦开打 所有人都是输家 唯有宽容理解,真正天下无敌 八,放下恨意,不为别人为自己 西藏有个观念是这样 即便过错是别人的,但业障肯定是自己的 遇到一些不妙的处境,安忍度过为上策 弃谁,恨谁,恨谁,恨谁,不愿意原谅谁 那个谁说不定还在逍遥呢 结果痛苦的是自己,抑郁生病的是自己 这样超不划算的 九,借无知,避免好心做错事 善意要有智慧同行,否则容易好心做错事 不如不要做 愿意与人关怀是高贵的情操 但要进入对方的生命情境里,才做关怀这个动作 不能太自以为是,你以为的要,可能是他人的毒 十,能解决事情的方法,永远不止一种 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困境,真正被困住的,是自己的心 找不到方法时,与其积极营营向外探寻 求神问部,不如尽心,向自我内心深处找寻 每个人出场时皆以内见全知观点的智慧导航 能静,答案自在我心